哈喽大家好,我是Jason 药技师 近期内,我国的COVID-19病例又开始暴增了 再加上,听说确诊了都没有上报Mais Shattera的人 也有很多,所以现在到处都有迪雷 就看你几时,不小心踩到罢了 那我相信很多有症状的或者close contact的人 都会去做PCR对吗? 当拿到PCR报告的时候 如果确诊了,就会发现里头多了一个CT值 那这个CT值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期视频要解释的内容啦 首先先来解释PCR Test是如何检测病毒的 它跟我们家里的RTK不一样 RTK是检测病毒表面的蛋白罢了 那PCR是直接检测病毒里头的基因组RNA 所以PCR比较准确 是确诊COVID-19的gold standard method PCR Test首先需要从鼻子和口腔的样本 你抽出病毒的RNA把它转换成DNA 可是样本里的DNA太少了 机器测不到 所以就需要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把这些DNA复制来加倍它们的数量 然后过程中呢,就加一些淫光的材料 方便机器可以看到 所以第一个回合,一个DNA变成两个 第二个回合,两个变四个 然后一直重复下去 DNA数量就一直扯二扯二扯二 直到机器测到一个标准的淫光值为止 才停下来 最后我们才看总共用了多少个回合 才达到标准检测到病毒 比如说,图片里是用了19个回合 CT值就是19 所以说白一点CT值 指的就是用了多少个回合来放大病毒 才能检测到病毒的存在 所以CT值越高 代表病毒需要放大很多倍才能被检测到 所以身体的病毒呢,就比较低 传染力也比较弱 相反的CT值越低 就代表你体内病毒比较多 因为只需要放大几倍就测到病毒了 所以传染力比较高 说白了就是CT值越高传染性越低 CT值越低传染性就越高 当然CT值只是跟传染性有关系 它跟严重程度无关 比如说你的CT值低 身体有很多病毒,容易传播 但你可能依然没有症状,不严重 目前国际上确诊的CT值没有一致的标准 大多数国家是35到40以下算positive 那我国马来西亚是以CT值40以内都算positive 阳性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CT值可以根据受感染的持续时间而变化 比如说你是close contact,才接触COVID-19的人第一天 你就去做PCR,CT value40以上就会是undetected 但是在24小时内体内病毒会变多 CT value就会跟着变低 然后过了几天你慢慢康复了 体内病毒变少,CT value也会跟着变高 所以从CT值来看,我们也能估计你受感染的时段 比如说CT值低也许代表你才刚被感染 如果CT值高也许代表你已经被感染了一段时间 或者你已经在康复中了 当然这些我所说的仅供参考没有绝对 还有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PCR报告里会有两个以上的CT值呢? 是要看哪一个呢? 其实PCR会同时对病毒基因的不同区域做检测 主要就有ORF、EN和RDRP gene 所以报告里就会有不同基因的CT值 RDRP基因的CT值准确度是最高的 但是in practice我们会看报告里哪一个CT值比较低 我们就根据哪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问 那就是我确诊了,已经完成隔离了 那我还需不需要重复做PCR test? 答案是不需要 因为PCR分不清楚检测到的病毒是死的还是活的 所以如果你做PCR可能还会是positive 因为身体里还会存留一些病毒的尸体和蛋白 所以基本上只要你完成隔离 和至少三天没有任何症状了 就算是康复了,不需要重复PCR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能够帮到你 我是Jason,你的药剂师 我们下期见